MINGA KAI 懒人好主義 好像我這些懒人 回到家中一來沒有時間 二來又不會做 Kennis今天會教大家做兩道菜 Kennis 對,首先做了個有子排骨 有紙牌骨, 當然有紙牌骨 有顏色, 有紅黃椒 蒜蓉乾蔥爆香 醃料比較多 有蠔油, 生抽, 還有麻油 這個最重要是味道 有蛋黃, 即是全蛋 放進去, 封住調味 有汁, 不要乾燥 有水和有紙物 有紙物在超市也賣到了 都是糖和粟粉, 埋芡就完成了 好, 第二道菜的材料呢? 第二道菜是脆瓜菜脯炒蛋 材料比較少 有脆瓜、甜菜脯 這是雜貨店可以賣的 雞蛋、蒜蓉 炒完菜後, 再炒蛋 這道菜比較簡單 現在可以開始做 好, 你會在十二分鐘內 攪好這兩道菜嗎? 會的, 是 我幫你計時了 好, 首先熱了排骨 排骨會有紹興酒 然後有蠔油 先把有味的材料放進去 然後有胡椒粉 這裡也是一邊一邊拌 然後就是生抽 這裡也是, 拌勻 稍微縮粉 也是拌勻 然後把雞蛋放進去 然後我們就把雞蛋放進去 加了雞蛋之後就快手 把雞蛋吃進去排骨裡 然後最後才加了麻油 這裡也是拌勻 拌勻之後, 我們會把粟粉炸 粟粉或者生粉都可以 或者麵粉都沒問題 然後我們就把它沾上粟粉 是不是薄薄一層就行了? 對, 你就可以把大一點火 這個旁邊, 對 這個? 對 這個排骨在凍肉店買也可以 或者街市買新鮮的都沒問題 現在我再放了這些沾了粉的 下去炸 嗯 為什麼這個要沾完蛋 又再沾粉這樣炸? 我想調味可以封住 還有一層蛋的香味 就不只是粉 這個 好 這個呢? 我們就放進去炸一下 如果排骨我用大條長形的 類似金沙骨的, 行不行嗎? 那些不行 因為太長… 行的, 但你炸的時候 油會比較長時間 原來是這樣 這個我們就再放進去炸 現在這個要炸多久? 大約五至六分鐘左右 這裡 這裡呢? 炸到金黃色 還有排骨, 還有排骨就熟了 這裡我們就可以… 由它先炸 然後另外就開始做菜脯脆瓜炒蛋了 就做第二道菜了 對, 好 你可否給我毛巾? 對, 很髒 現在我們就開始做另一個菜了 首先… 你做另一個菜, 我抹了 好 我的手很髒, 其實我想要你的條毛筋 好, 好 好, 首先是蛋, 先發均勻 這樣就四至五隻左右 蛋那裡先不要調味 因為有甜菜店 菜店雖然說甜菜店 但也會有鹹味 現在我們就把蛋發發 有些人想蛋滑一點 就會加些忌廉 就看你家裡有沒有忌廉製作 現在我們就發均勻了蛋之後 我們就開始 先把菜脯飽一飽 那些菜脯買回來之後 就用水浸一浸, 把它渣乾了 為什麼要用水浸一浸? 因為那些菜脯 其實多數在雜貨店買比較骯髒 而且如果你不浸, 就會很鹹 就是表面有鹽葉, 所以會鹹一點 很少, 所以也會用水浸一浸 然後就加蒜蓉 是 這裡先爆香, 加脆肉瓜 我會切粒 為什麼這道菜要切粒? 因為配上雞蛋, 所以一粒粒… 對, 就會好一點 好 然後我們就可以… 我幫你… 對, 你替我撈一撈 撈一撈 對, 可能會黏起來 可以等一會 Kanis, 我想跟你說時間過了五分鐘 好, 繼續炸排骨 好 好 那我們的脆瓜 這裡我們就放一點調味 一點鹽 我看到這些瓜開始轉色了 對, 它軟身就OK了 然後這裡我又加少許的胡椒粉 然後我們就開大一點點火 我們就加個蛋下去 加的時候… 就不要試試倒下去, 慢慢加 對, 讓雞蛋更滑 就要快一點點, 像現在這樣 兜來兜去 再加多一會兒的雞蛋 如果想吃較滑的雞蛋, 有什麼秘訣? 就像我現在的手勢一樣 好的 一定是這個手勢 慢慢加, 不要一次過倒下去 一次過倒下去, 會很容易熟 也可以吃, 不過雞蛋會老一點 而且有些地方就老一點 有些地方就沒那麼多 沒錯 對, 這裡一直加 有些人真的喜歡吃熟一點 就不喜歡吃那麼濕的蛋 這裡我們再加少許調味 加少許鹽 好, 這個蛋就完成了 你可以給我一個碟子了 好 炒完了, 蛋? 對 很快 對, 蛋已經炒完了 現在就可以… 撈起排骨, 再做排骨 好 你可以幫我撈起, 隔一下油 好 好, 已經可以起了 對, 可以撈上來的 好, 然後我先把這個鍋放進去 好, 然後我先把這個鍋放進去 可以放進去 好 好, 然後我們開始做排骨的醬汁 還有柚子蠟, 還有柚子蠟 其實現在外面也有很多不同的柚子蠟 紅棗蠟, 士多啤梨蠟, 蘋果蠟 都可以轉進去做這件事 不過看你敢敢嘗 多數都是柚子蠟 如果喝不完的話 其實也可以用來煮菜 對, 也可以用來煮菜 其實醃了東西也可以 裡面有排骨, 比較黃 我們也會加少許顏色和味道 我們會有蒜蓉, 但會爆香 乾蔥 從這裡可以爆香 爆香之後, 跟黃椒炒香 我們現在還有多少時間? 你睡覺過了九分鐘而已 那一定沒問題 這裡我們先把它繞一繞 在這裡先炒 然後我們的醬料先混勻 因為油脂蠟比較稠 所以我們會先把水和水混合 如果直接放鑊, 很容易燒焦 有否一定要買一些很漂亮的油脂蠟 其實也不用 很便宜 我這個也是在超市 三十多元 因為有些貴的可以八十多元 三十多元就可以了 我知道有八十多元, 很貴的東西 兩道菜加起來也不是很貴 對, 不貴的 對, 那你買了多少錢? 我這裡是十五元 我去凍肉好賣 有些人可能喜歡吃新鮮 如果有這麼多的骨 可能要到二十多元 如果要買新鮮的話 對, 你知道了, 現在通脹那麼厲害 整個食物材料都貴了很多 如果是兩道菜, 都是十多元 買了幾十元一個 這樣也挺符合經濟 就不用出去吃飯 出去吃飯很貴 三、四十元一個飯 肉都這麼貴, 吃一頓 這裡我們把排骨拌一拌 然後加上糖 酸酸甜甜的, 開胃 這裡… 快手拌一拌醬汁 這樣提起, 讓醬汁黏在骨上 就完成了 我聞到很清香的柚子味 好, 時間… 剩下… 還有一分鐘 那差不多了 是 其實醬汁… 基本上如果你喜歡醬汁多一點 你可能在柚子味 多加一點水就可以了 糖多加一點就沒問題了 在這裡全部倒進去 好 你可以給我一個碟子 好 還有半分鐘了, Kanis, 你 是 剛剛好了, 倒進去 時間剛剛好 好了, 完成了 這兩味熟, 讓我看看時間 果然很準時 十二分鐘內就做好了這兩道菜 而且又肉又有蛋 就算不是懶人, 也可以快點回家試試試吧 , 酒 好, 酒